第二段陪我推飞一个人 这也是一个比较 练某玩练某的一个比较基础的操作 我自己这边也是挺久没玩ADC的 因为一直在演员别的英雄给大家出别的视频 其实大家打ADC的时候 节奏顺的时候大家可以打得很好 但有的时候节奏不顺的时候就特别难受 最难受的时候大家怎么办呢 尽量找一些没有战争的地方 可能什么地方战事少一些 大家去什么地方都刷点钱 可能因为ADC的英雄确实需要经济 不是一只英雄 这种定位的英雄 我们刷下这波野 在线上呢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实练某就用他推线挺快的 因为他有E嘛 可以不断抵押这个伤害 然后Q一般折点一击 而这旅布直接够大了 然后能A到A到A两下 我这里是一直在台底下一直在A塔 然后就是控制自己的射程 你一旦在就是你攻击还没到他之前 身体退出这个塔的攻击范围 就不会被判定 被塔认为你在攻击他的英雄 第三个就跳走 A这亚瑟瑟特空 9分钟已经可以带出一个 那个叉子了 不是叉子 就是那个什么装备来着 这下 正好在玩立模 就给大家说一下 平时这种走坎 这种东西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也挺多朋友在问我 首先大家点一下A键 键盘会变成这个样 就是鼠标的攻击 当你A技能点到这个地板上 随便一个地方之后 这个英雄就会攻击 离你最近一个单位 那么给你大家做的示范 比如这小兵吧 我在补兵的时候 我A技能点到地板上 好他就会自动补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大家看 我并没有点小兵 我并没有点小兵 我的鼠标随便点一个地方 但他就会 这个英雄就会固定的攻击 离你最近的一个单位 所以说走坎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拿一个兵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就是A一下 往前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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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一下 大家看 其实并不难 大家就看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个节奏 就是鼠标右键一下 然后A一下地板 鼠标右键一下 A一下地板 当然这个只在只有一个英雄所试用 好 这吕布又要K我 咱K空了 接一下K 再 在第三下 这个他有一点险 但是还是没有杀掉 这个时候如果 出到紫霞的话 这个吕布应该是挂了 好 这段时间也是 给我了一段时间发育 车油线9级级别确实有点高 那么兵线也突到塔底下 我们这时候就不要 我们在正面打了 然后这时候杨简也来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 B型红毛稍微躲一躲 确实还因为野怪 现在都没刷 大家看我打野的时候 也是这样 鼠标就是在一直A地板 这个是摩巴类 所有摩巴类游戏率 所以刀塔 孟三啊 英雄三国啊 都一样的设定 就是说 你只要鼠标点到地板上 它就会默认攻击 比你最近的一个弹幕 大家看 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A到这个怪物身上 不过你非常想打他的话 中路打起来 我这边稍微过去支援一下 三个人都是空蓝 车油现在死了 我们现在先不用几能 把这个车油A死 回头A这里面吧 给个Q 二 然后二段Q把这驴部收掉 应该是走掉了一个人 好 这个我们回家 直接可以做一个金箍棒了 小乔 这个我怕他 那个 就是混乱我们 所以说 这边赶紧走掉 打龙这个技巧 大家知道要把隐身打 他就会往外走 大家看 我现在做到就是 大家经常想问的这个走坎 就是左一步A一步怎么做到 就是右键左键点地板 右键左键点地板 其实这个确实不难 就看大家怎么理解 好 这时候我发现上路很多钱 但是现在中路团起来了 哦 这个确实是用布鲁没翼了 不加倍A死了 好 这个时候死了死 残死了 我这边赶紧支援一下中路 哦 机灵现在过来了 我们先A 先把这杨减A死 草杨减A死了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这时候带死之后 开始A这吃油 好 这个也是在混乱之中 把这个 E技能的这个穿透给升级了 要不然估计持油 不会这么容易被A死的 打猎魔的时候 大家还是 一定要学会这个走坎 因为猎魔有E 这个E的伤害是非常恐怖的 好 那这波6000两口琴 回家了 肥的流油了 回家这波 很多人先出分身 但是这波确实肥 就先不做出这个分身了 先做一个金箍棒 好 对面现在还不放弃 还是要团中啊 哎呦 这凯撒被混乱 拉过来应该直接交大了 关羽没大吗 好 这个好的是 好 我们先搞到这杨减 把这铝布退走了 这铝布过大 看他肯定是打不够我 因为我是可以防撞他的 好 往后走一下 这波确也出到了分身 这车油不计要被A死 但这原码没有拦了 原码没有拦之后 要被我们A死 然后给一个kill 好 这布鲁也是 凭借着一个移动muff 也是凭借走位拿到三杀 为什么说ADC 这种可以carry呢 尤其是远程的ADC呢 因为他就是可以靠走位 来捏捕自己很大一部分 程度上脱皮 包括装备上的不足 好 现在输出也是确实高 我和布鲁两个人 应该可以把这高级拿掉 但是对面杨简和小乔复活了 且战且退 看情况 这是我在考察 杨简来了 然后这个小乔可能要放大了 这赶紧滚它 然后这个小乔可能要放大 这包大招下来 我的这个WCD就好了 我可以往后面滚一下 然后把这仰简A死 这离布来了 声音要大 可惜了 让小乔一个 这个Cue给Cue 好 那这波也是非常的顺利 本来是想给大家打一个挺长时间 时间长点的去的 反正 猎魔之英雄呢 我自己问心自问想 玩确实也一般 能教给大家的 也就教给大家了 所以以后说 如果还要做猎魔视频的话 那就给大家做一些其他大神的 就是那些比较精品的一些录像 然后大家学习这个猎魔 在高端团战中 到底该怎么打 那好 那这期视频就要做了给大家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